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多看老河的几期节目 去我的播放列表看一下 然后有多漏 有乐际专场 有绣球专场 各种各样的华卉 好 开始说主题 今天说的主题就是天竺葵 那么天竺葵呢 老观众都看过了 就老河家的天竺葵就是品种特别多 然后呢 开花也特别爆 然后呢 就是很多的观众就有一个疑问 特别是一些就是世纪分明的地方 比如说你冬天是很容易零下的地方 那么天竺葵是不适合地灾 那么冬天在史外是不能过冬的 比如说德州 德州虽然说也算比较热吧 但是它比如说今年冬天嘛 今年春天嘛 一场倒春寒 直接零下七八度是吧 那个绝对是不行的 那么当时就是很多的德州的华友就问我 我说你就是砍也得把它砍下来 拿回车库去或者拿到室内去 就是说你不用想方法 不用去遮盖 不用去想办法去保温 没有用的 本身怕含的植物你包的再多 它本身不产生热量 还是要冻死的 我这里最冷就是零下三度吧 其中有一年啊 今年今年最冷有一天可能零下一度 但没关系地灾都没有关系的 因为地表是有温度的 怎么过冬 我今天特意拿了一个这个小盆啊 就是示范给大家看 像这个盆看 来我们镜头看一下 就全都是冻 看到这个冻眼了吗 这就是我以前说半地斋 把它割出来 整个底割出来 那种半地斋的另外一个进化版本 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塑料盆 然后本身就有这么多洞了 我们就不用任何操作 天猪葵种在这种盆里面 直接放到月季的下面去 直接放在地上 那么你整一个春夏秋都一直放着 一直等到零下 快要零下的时候 它根可能已经扎下去了 不要怕你整盆拔起来 拔不起来拿小刀割一下 把下面的须根割断 那么整个盆你就拿回到车库去 是吧 过冬就行了 你只要等到不再零下的时候 再拿出来中就OK了 然后稻春寒 有稻春寒特别严重的地方的观众 要小心一点 你们就密切留意天气预报 天竹葵这个东西呢 是真的不能零下 零下 如果是小苗心重啊 我说我零下三摄氏度没问题啊 但是如果是小苗心重放在外面 零下三摄氏度 三摄氏度 冻死了 会冻死的 然后天竹葵有一个误解 我说一下就是很多观众啊 对天竹葵有个误解 就是它特别臭 很不喜欢它的气味 但其实啊 你不知道天竹葵的品种 天竹葵有很多很多的品种 有些品种是香的 香还是臭 是比较主观的那种个人感受啊 但是天竹葵的气味不是统一的 它有各种各样的气味 甚至还有专门做精油的天竹葵 然后天竹葵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那种 比如说下挂的 是吧 颜色品种多以外 不说 它还有那种 就直立的 长成一棚的 或者是插在那个比较高处 往下挂的 往下垂的 各种各样的品种 看然后天竹葵种下呢 还有个特别好的一个优点 就我前面就说了嘛 它有各种各样的芳香 不同的品种芳香的类型还不一样 然后它有个很好的特点 就是你把它套种在 月季的边上 肥水和月季一样管理之外 它能长得特别好之外 它还会给月季提供一层保护 就是像老河家的月季啊 就遭受那种切叶蜂啊 金蜂啊 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其他虫害啊 相对少啊 我先预防一点啊 就是一个是芝麻 一个是牙虫 预防不了 但是我发现套种它们以后啊 对金蜂和切叶蜂 效果预防是比较好的 人家从来就没有金蜂 金蜂是什么 就很多人家说 为什么老河我家的那个月季 嫩芽就开始憋掉了 然后有些好的 有些憋掉的 其实憋掉的就是 金蜂很喜欢在这种 花苞的嫩芽处 或者笋的嫩芽处啊 扎一针 然后里面产卵 然后就憋掉了 我家就这种情况就没有 然后我今年春天我都没有用药 就我连三合一的药也没有用 因为我去除了一个白粉病的病原体以后啊 我以前用药也主要是为了预防一下白粉病 或者杀灭一下白粉病 实在水冲就是特别严重的水冲 也来不及的情况下 我会用一下药 那么今年我就没有用药 我今年就是基本上都是在水疗白粉病 就有一颗稍微严重一点 然后是盆栽 我可以远离它们 远离它们以后 它们就今年受感染的概率很小 特别是这个和平 就有些品种的抗病能力啊 是这样说的 就是自己本身抗病还行 但是如果边上有一个病原体 就很容易传染 和平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还有我内院中的那颗伊丽莎白也是 有很多人说 他们抗病不好 老容易白粉病 其实我觉得他们还行 属于中等吧 特别强的那种是什么 就是你边上有个边原体 它也不生病 那种叫特别强的 这个叫中等 但是它自己本身不会发病 边上没边原体的话 我觉得还行 像今年像今天这样的天气 昨天还30度 今天就温度下来了 然后又阴天 这种天气是最容易白粉病 但这种天气呢 你把叶面打湿 也很容易爆发白粉病 水疗白粉病的前提 一定要有太阳 一定要正午大太阳 去冲 然后去晒 才会好 所以说天竹葵 多说一嘴 好就干 然后呢 还有那种 这种是属于小花 还有那种大花天竹葵 就是比如说我说 我不太喜欢种杜鹃 有一种天竹葵啊 它就长得跟杜鹃差不多 花形花色都很像 有的 但是它的花期 就比杜鹃长很多 我有一盆杜鹃 已经花期快结束了 现在就已经快结束了 但是那些天竹葵 是刚刚开始 还没有进入圣花期 那个天竹葵 就是刚刚现在开始 茁壮成长 而且即便是过了圣花期 它一年世纪 基本上你肥水充足啊 它都是陆续陆续在开的 虽然没有春天 那么一大波 那么震撼 但是它的花一直有 这一点就是 它比杜鹃啊 这些花好的地方 它可以跟杜鹃 差不多的样子 但是它的花期 比如说它持续开花能力 要比它强很多 那么像这种小花天竹葵 就更加了 这种天竹葵 就是一年世纪 都是这么一捧 肥水充足 你看我跟月季 种在一起啊 我没有特意给它 我只是给月季 它就不用管了 然后它就是长得 就是特别大棚 然后我去年不是减了很多吗 今年又这么多了 然后我把它们减下来以后 里面扦插的 去年扦插的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状态 就是也已经都是 一棚一棚长得很美了 然后当时扦插 是怎么扦插的 我给一个当时的画面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过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天竹葵呢 是我们昨天买的 昨天买的时候 就已经剩下最后两盆了 就红蝶炮有卖 那么也提醒大家 就是买花呢 你不要看我老河种什么 你就一定要买什么 其实我买花也就是 你就随便逛嘛 逛逛 然后看到喜欢的 就买回来就行了 你一定要经常去逛 然后尽量不要在群里买 群里骗人的太多了 也没有质量保障 也不能退货 然后也不要往上买 我是建议不要往上买 除了那种大型的 特别有品牌的那种 玫瑰月季的品牌以外 就买各种各样的种子 什么的 千万不要往上买 我们来看一下 我淘到的宝贝 看我这个是昨天刚刚淘来的 就红蝶炮 我们五分钟的车程 我去红蝶炮多 不是因为它东西好 其实洛适的东西 可能比红蝶炮还要多一点 但是也能淘到好东西 这一刻就很多人都说 我去了很多次都找不到 怎么回事 其实你去多次了 你要找特定的东西 很难找到的 就像我前面外面的那些花色 我今年再去找就没有了 那些是我前几年买的 但是今年有新的花色 这个紫色的品种 我特别喜欢 就是淘到宝了 像这种天竺盔 淘到有一两盆就够了 就可以自己牵插繁殖 以后就有一大片了 就像我外面那一批 其实我买的时候 就买了两盆 都是自己牵插出来的 这个还只有两朵花 到时候就开成一大棚 以后还会出镜的 以后关注老河的频道 以后再看 然后这是另外一盆 我送在这个位置 来我们摄像站起来 慢慢站起来移出来镜头 我这里就准备 那个天竺盔 以后长大了以后 这一棚 就有这么大一棚 就和这个差不多 当然这个还是属于全地摘的 全地摘的有个问题 我有时候这种草长出来 你看我还得拔 因为这个比较稀疏一点 这个品种 如果特别密的品种 中间草不太会串出来 你看这个 这什么铁线莲 铁线莲老河去年就拍过 出镜过 但是我没有说 像我的频道是这样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我一个东西 我一定要把它种好 然后要种出一个心得来以后 就自己总结的东西 总结出来以后 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铁线莲我早就种了 已经种了三年了 今年是第三年开花了 但是我为什么没说 就是我要总结成熟以后 再来介绍 而不是说随便Google一下 百度一下 随便说 我发现Google百度的东西 很多都是错误的 甚至连品种名称都有些错误的 不要说怎么种 对吧 很多人就是因为网上搜 各种各样的信息 越搜越种不好花 所以有机会搜到老河的频道 看到老河的频道 赶紧订阅一下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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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